前夫病逝,二婚嫁大19岁百亿富豪,42岁陈少霞怀三胎,是自然怀孕。 陈少霞曾与梁朝伟合作哥哥的情人出道,后来被刘德华看重加入其公司,在天与地中与刘德华合演夫妇,随后陈少霞就获金像奖最佳金演员提名。 陈少霞真正被内地观众熟知是在金庸武侠剧《骁傲江湖》中饰演小师妹月灵山,以及陈小春版《鹿顶记》中饰演帅儿,被认为是金牌配角。 陈少霞成名教导,但感情生活却异常曲折,事业正红的陈少霞闪婚澳洲华裔富商后淡出演艺圈,并在婚后生下两个女儿。 后来陈少霞老公在事业破产后离婚,陈少霞也付出养育两个女儿,演艺事业却没有再好转,前夫也因病去世。 后来陈少霞与比自己大19岁的法拉利之父李文辉结缘,再度嫁人,12月29日42岁的陈少霞被证实成功怀上第三胎,与61位富豪丈夫迎来两人第一个孩子。 有消息称陈少霞为了拼生孩子,曾尝试特工受孕等,却始终没有成功,对于怀上三胎的喜讯,陈少霞在12月29日也亲任怀孕,并表示自己在10月份怀孕,是自然怀孕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